故离村序 称王位 丝丑散见 我尽过 代价万人 村序 以恩行 接其心 因过这其心 我不借礼之命 奔勇当先 赴镇定 和气弹 灭臭量 兵山斗 我不如意 其改好意 又倒是 三剑高悬 太妙亮 一年一战 保险 我 有这儿女 朱思继 便说 俊臣 伯马乡 出心 说服 秦义宾 我好意 安 和 盖 盖 他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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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生无量天尊 小伙伴们好 我是陈北图 新年仪史 由我继续 国漫不良人系列的历史解读 本期节目开始前 我们要特别感谢 曾伟轩老师 在本期开头的配音 现在话不多说 开始正片 公元九一三年 后梁废帝 朱有归自杀 朱温第三子 朱有真即位 曾经强盛的大梁 在几次仓促的政变下 黯然衰落 与之相反 晋国的李存旭 则迅速崛起 并不断南下作战 公元九二一年 割据河北中部的王荣 被杨子张文李杀死 李存旭派大军讨伐 张文李在京剧中病死 进军供杀张文李之子张楚锦 自此燕赵大帝 尽归李存旭所有 公元九二三年四月 李存旭在魏州称帝 他没有按照传统 以自己的王号 晋作为新朝的称号 而是采用唐作为国号 李存旭将沿用的唐朝天佑年号 改为铜光 并昭告天下 唐王十六年后 一个崭新的 由沙陀人建立的唐朝 出现在了中国的版图上 这年十月 李存旭集中优势兵力 绕过梁将段宁的数万大军 转向山东 攻破后梁中都 唐军势如破竹 先后扶杀 王彦章 张汉杰 刘四斌等梁军将领 直逼东京 梁帝朱友真 慌忙命手下张汉伦 赶赴黄河前线 催促段宁 回军秦王 但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原来这年的八月 段宁为了阻挡李存旭南下 自作聪明地 掘开了位于华州的黄河大堤 现在黄河泛滥 道路泥泞不堪 不仅张汉伦出不去 段宁的部队也拉不回来 东京城外 无险可守 朱友真坐困孤城 召集群臣商量对策 有人建议朱友真 西奔洛阳 可朱友真 在接连不断的宫廷政变中 变得疑神疑鬼 他以只怕再生变故为由 拒绝了这个 当时最为合适的选择 再向郑玉自告奋勇 携带传国玉玺 扶唐营乍降 再谋求机会 朱友真问 事到如今 我不是舍不得玉玺 只是 你这计策能成功吗 郑玉低着头 思考了很久说 呃 臣 呃 恐 恐怕不行 引得众人都轰笑起来 大殿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插出去 当夜 梁国东京城火光四起 朱友真让手下取了传国玉玺查看 手下报告说 已经不见了 他自知王国难免 便对梁将黄芙林说 梁静乃是世首 你快杀了朕 不要让我落在仇人手里收拾 黄芙林连称不敢 朱友真又说 你不肯杀朕 是要将我出卖给惊人吗 快快下手 君臣二人相对痛哭 黄芙林杀死朱友真后 自吻而死 几天后 李存旭到达东京 听闻朱友真自尽 惋惜十年对手 未能见面 怅然不已 公元九二四年 年老体衰的李茂真 眼见梁国被灭 被迫称臣 并行翻臣之礼 李存旭改封李茂真为秦王 同年李茂真去世 几个儿子为人懦弱 自晚唐以来 独立了二十多年的齐国 从此消失 公元九二五年十一月 趁蜀地发生政变 李存旭大军南下入川 近抵成都 前蜀王衍 率百官出城拜祥 川山之地 纳入后唐统治 消息传到南方 南部诸国 惊惧不已 纷纷上表称臣 后唐成为五代世国期间 影响力最大的政权 李存旭 命妹夫孟之祥 为建南西川节度使 管下西川 八业继承 四海生平 李存旭 开始坦然享受胜利 带给他的快乐 他能根据音律 作词谱曲 发给手下士兵传唱 还有个特别的爱好 演戏 经常上台和灵人 共同演出 不少灵人 因为巧言善辩 或是演艺精湛 受到他的重用 比如 靖心魔 郭从谦 景进等 靖心魔 是李存旭身边 较有影响力的灵人 不良人的角色名字 靖心魔 就愿于他的名字谐音 在历史上 靖心魔为人幽默胆大 有不少光辉事迹 比如 李存旭改元同光后 有次 靖心魔在大殿上 和李存旭汇报事情 转身出殿时 李存旭养得一只猛犬 边追边咬 吓得靖心魔 躲在柱子后面大喊 救命啊 陛下 不要让儿女伤人呀 李存旭火冒三丈 当场 就要用弓箭射他 靖心魔赶紧辩解 陛下不要杀我 我和陛下共生共存 杀了我 不祥呀 李存旭很纳闷 就问靖心魔原因 靖心魔很从容地说 陛下开国 年号同光 天下都称您同光地 臣 心魔同敬也 陛下杀了臣 这铜就没有光了呀 李存旭本就欣赏 他的小聪明 于是 一笑视之 历史上的靖心魔 不仅滑稽幽默 也很有正义感 有次 李存旭带众灵人游猎 大家发现猎物 纵马狂奔 踏坏了不少田地 本地县令冒死拦住李存旭的马匹 为民请命 李存旭兴致全无 要杀县令出气 靖心魔及时站出来解围 他先让众灵人 装模作样地拿下县令 再夸张地责备他说 你是县令 难道不知道 皇帝喜欢打猎吗 怎么还不得让这些地荒扎 好让陛下尽情持场 怎么还敢让农民住上庄稼了 你真是罪该万死 其他灵人跟着起哄 李存旭被逗得大笑 当即赦免了县令的罪责 可惜的是 李存旭身边 只有一个靖心魔 在场场胜利的影响下 曾经历经图治的他 早已心魔深重 他身边有很多灵人 仅仅因为得宠就受封 甚至位列高官 宦官也重新被启用 李存旭把这些人作为耳目 去监视群臣的言行 这些人可以随便出入恭敬 告密 敬禅 相比之下 立下汉马功劳的群臣速将 反而备受猜忌 人心惶惶 在为政举措上 李存旭纵容后宫外戚干政 他的皇后刘氏权力极大 发布的命令和皇帝的诏书 有同样的效力 刘皇后还喜欢借助权力敛财 很多梁国降将 为了逃避罪责 就纷纷向刘皇后行贿 比如著名的道圣温涛 温涛经召华原人 年幼的时候就当过小偷 温涛为人善于钻营取巧 他先后依附李茂贞和朱友贞 官至耀州节度史 在任期间 温涛盯上了境内大小数座唐龄 并先后盗绝了其中大部分 积累了大量财富 李存旭灭粮后 温涛投降后堂 他借助令人紧禁的关系 讨好刘皇后 不仅碾于责法 还被李存旭赐名李绍冲 依旧受到后堂的重用 除此之外 李存旭把门帝望族 作为认官的标准 他改元称帝后 所任用的几个宰相 大多出身望族 实际上并无财学 受他的影响 后堂初年任选大小官员 也大多不看才能功劳 只看门第高低 很多出身寒门的功臣速将 因此受到排挤 很多人为了升迁机会 只得拉大旗 扯虎皮 编造家谱 贸任唐朝名人之后 如此天下 怎得安稳 通光四年二月 因为有功军士赏罚不均 有着交兵汉将传统的 魏伯数族发生滑变 很快行州 苍州也相继发生兵变 李存旭命李四元 前往讨伐 可李四元 却被叛军攻营入城 立为首领 突然的变故 让李四元 百口莫辩 在他女婿 石敬堂的帮助下 李四元 干脆打出反叛的旗号 进军洛阳 此时的李存旭 只能在仓促间调兵潜将 让远在四川的李济吉 甩征属大军班师 同时抚慰士族 许与厚赏 准备联军讨伐 可惜为时已晚 李济吉大军未到 灵人指挥使郭从谦 就发动了叛乱 乱军火烧星轿门 宫内乱作一团 李存旭的亲卫 纷纷倒戈 冲入宫中 李存旭振作精神 拔剑斩杀数十人 却不幸被刘剑射到 慌乱中 他的臣子大多逃走 谨慎贴身侍卫 福燕青和王权斌等 数人奋勇拼杀 眼见李存旭血流如注 奄奄一息 王权斌等人拼死 把他背到降销店 李存旭用尽最后的力气 擦掉脸上的血迹 此刻的他 愤懑悲伤 无助彷徨 他不明白 为什么守天下 比打天下还要难 他不明白 宠信几个灵人 任命几个宦官 杀掉几个老将 重用几个雍臣 会这么快招致祸患 随着伤势带来的疼痛加剧 他的眼前出现了父亲 嘱托他三件血齿的场景 出现了他 消灭诸事伟良的场景 出现了他 即位赴唐改元 铜光石的场景 出现了他 在舞台上 扮演李天下的场景 可是 历史已经不容许 他做更多的反思了 在悔恨和不甘中 后堂的建立者 庄宗李存旭 最终闭上了双眼 十年 四十二岁 闯入的叛军 确认李存旭已死后 便四散截略而去 此刻 安静的大殿里 只剩下一个年老的灵人 老人将殿内丢弃的乐器 放在李存旭的尸体上点火 茫茫火光中 这位戎马半生的 传奇皇帝李天下 化为了阵阵清烟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 我将结合李存旭部分举措 和不良人系列动画剧情 从个人角度分析下 为何赴唐无望 不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直接跳过 收看后续的历史故事 我们在之前 《标人》系列的科普中讲过 马尔萨斯陷阱和土地兼并等 封建王朝 无法避免的通病 这些通病 是由当时的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等综合因素决定的 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然而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 每个朝代也都有 各自走向衰落的具体问题 在这里 我仅以个人观点 简要分析一下 我在不良人的第一集 历史解析中说过 皇朝起义 是大唐灭亡的直接原因 可晚唐时期 压迫深重 民不聊生 就算杀了皇朝 也会再出现 张朝 王朝 刘朝 治国不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如果李星云想要赴唐 除了需要有 比尼里克用 朱温的强大军队外 他还需要解决 第一集中的三个问题 藩镇割据 宦官专权 彭党之争 藩镇本为 唐朝防范边疆的军阵 后来权力逐渐扩大 监管地方的民政 财政和军政大权 最终成为独立的割据势力 藩镇不缴纳赋税 不断扩大自己地盘 对中央政权 构成直接的威胁 如果想解决藩镇问题 强大的武力必不可少 比如中唐时期的 唐宪宗李纯 就曾经以武力 直接消灭割据 西川 滋川 和淮西的节度史 宦官专权问题 故已有知 作为皇帝的内庭内侍 宦官经常被皇帝 用来平衡与臣疗的关系 比如在 大明王朝1566中 朝廷势力 在家境的安排下 分为三支 严党集团 御王集团 和宦官集团 因为权力分散 各个势力之间 得以互相监督 家境地 也乐得在背后 享尽轻浮 唐代宦官的权力很大 不仅可以干政 影响官员的任免 还可以出任监军 掌握军权 这些都让宦官们 有了威胁皇帝 甚至谋害皇帝的能力 所以 五代末期到两宋 违政者都非常谨慎地 限制宦官的权力 几乎没有再出现过 威胁皇权的权幻 宦官问题 实际上是 皇帝治国能力的 一面镜子 最后的问题 彭党之争 在李存旭的治国中 暴露得最为明显 虽唐处于历史变革的 关键节点 在科举制兴盛的影响下 出身寒门的小地主 得以通过科举 进入帝国的统治中心 凭借能力 获得公民的数族势力 自然要比凭借门帝出身的 士族势力 进步得多 寒门数族 在朝内势力单薄 也更容易被控制 至于个人能力的优劣 那就 肯不必说了 后唐士族的上位 只是回光反照 之后的政治舞台上 几乎 没有了士族的地位 当然 这些问题 大帅 虽然没有和李星云讨论过 但未必不会在 李星云称帝时 告诉他 天下一城乱局 想要赴唐战争和杀戮 是不可避免的 这和老李 贤云也和开衣馆 陪老婆的人生信条相悖 而眼见朱温一家 为了权力自相残杀 血流成河 这也让少年的李星云 对黄泉多了几分厌恶和鄙夷 说到底 李星云是想选择一个 不被人左右命运的人生罢了 真实的历史上 在李存旭死后 李四元 先是杀了对李存旭之死 负责背锅的灵人郭从谦 然后以监国的身份 暂理朝政 再和石敬堂不断放出假消息 来稳住回军的李继吉 暗中则命令安重毁 杀光了李存旭的其他儿子 很快 石敬堂又策反了李继吉的副将 大军归附李四元 李继吉走投无路 在渭南县 自溢而死 公元926年4月 为了表示自己继承的合法性 李四元身穿斩崔之服 即位于李存旭的灵鹫之前 李四元是五代十国中 比较注意为政的皇帝 可他登基依靠了 藩镇老将的力量 为了立威 李四元以铁鞋手段 屠杀了魏伯士族 及家属上万人 但兵变依然时有发生 在统治后期 李四元猜忌之心越来越重 为了保障权力交接顺利 李四元晚年在不利继承人的背景下 连续诛杀重臣 朝野内外 人心惶惶 公元933年 李四元病重 其子李从荣夺权不成被杀 仓促间 宋王李从后继位 经此变故 李从后对有兵权的兄弟极不信任 他召令陆王李从科 离开旧地凤响 改任别处 李从科以为兄弟 要趁机对自己下手 于是联合老将 石敬堂等发动兵变 李从后在军中并无威望 眼见叛军打破洛阳 只得出逃 最终被石敬堂所杀 自古飞鸟进 梁宫藏 狡兔死 走狗喷 随着李从后死去 李从科与石敬堂的矛盾 变得尖锐起来 后唐内乱不止 每况愈下 已经割据四川的梦之祥 于公元934年 即位称皇帝 始成后蜀 至此 后唐彻底失去川陕之地 大唐旧梦 终成泡影 公元936年 李从科以石敬堂不服调遣为由 派遣数万军队 进攻石敬堂的驻地禁养 并以大唐名义 争调其他各路藩镇 讨伐石敬堂 石敬堂也不甘示弱 他公然上表 指责李从科极为非法 积极备战 实际上 石敬堂早已胜券在握 因为他早就想到了一条妙计 就在几天前 在石敬堂的授意下 一张地图和几封书信被送到了契丹皇帝 辽太宗耶律德光的首领 耶律德光 这位战功赫赫的皇帝 带着冷峻的眼光读完书信后 便迫不及待地展开那张地图 他喜悦的眼神里 燃烧着不亚于朱温 李克用 李存旭等人的 勃勃野心 地图上描画的 是历来属于中原政权的 幽云十六州 一张地图